哈喽大家好,我是芷姨 哈喽大家好,我是Misha 为了促进台湾及彰化还有园林地区的居民对居家品质的重视 今天我们的义父建设及关爱协会特地在地西酒店举办一场记者说明会 邀请大家一起重视这个话题 近期台湾地震频传像过去的921大地震还有台南的围观大楼倒塌 都让我们民众开始注意了我们居家住户的安全 是的,如何生活得有保障真的是我们一般民众非常重视的问题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彰化县园林市最近发展相当快 已经成为台湾中部的淡黄区 台湾关爱发展协会跟义父建设 为了提升彰化园林地区的居住品质跟生活安全观念 2021年4月29号上午 特别邀请地方政商人士跟贵宾 在园林市的地西酒店 共同举办一场住宅品质提升 关爱守护家园活动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移居到园林市的民众 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的居住环境 住宅结构安全有独到之处有专精之处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牡丹元宝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示范宅 那其实呢大家我刚才有提到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住宅结构安全 2021年园林市指标建案 牡丹元宝抗震宅的开发商 义副建设创办人李超群总裁表示 建筑结构的安全性是义副建设的最高原则 为了克服地震频繁 土壤异化的问题 义副建设不惜砸下高成本 以专利防震工法的柱中柱建造牡丹元宝 还结合防暴玻璃 隔音减震地板 活化水跟高科技保全通讯设备 对园林这片土地充满热爱的李超群总裁强调 要为在地民众打造高品质 节能省电又环保的全方位健康优质住宅 住宅主要是我们台湾整个一个地形结构 是一个易发生地震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其实这个住宅住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很多 因为成本增加很多 但是为了住宅的一个安全我们一定要用 而为什么在园林地边也更是要用 台湾关爱发展协会也强调 随着台湾民众对居住安全跟生活品质的要求提升 牡丹元宝抗震宅的完善规划设计 建构现代化高端住宅 活动现场还有两名showgirl展示住家设备 让来宾跟参观的民众都能了解建筑结构跟安全观念 共同守护家园 重视居家生活品质 记者罗亚文 廖宇轩 李芷怡 彰化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